下個禮拜我會再發言給他 如果限期不改善 台北市政府以違約把它解約掉 采取斷燃措施 到市議會進行大巨蛋專案報告 台北市長柯文哲這回真的硬起來 要求遠雄限期三個月內改善公安問題 否則將直接解約 采取斷燃措施 在招標前如果規格不放寬 會流標 這是反善 所以變成規格要放寬 得標以後 珠陽被設 設計圖合約可以修改 全力軍可以從有變成沒有 等到市府想解約的時候 馬上面對有長年的訴訟問題 挑明遠雄如果想復工 必須符合市府提出的七項公安標準 包括降低商業量體面積 限制使用人數等 柯文哲秀出底牌 下達最後通牒 但議員們可不買帳 說得很大聲 接下來我們還要發文 是不是 我請問你 你在前面的發了兩個公文裡面 你有沒有限期 有沒有 我們台北市政府已經被人家當成紙老虎 你遠胸根本就沒有在扭你 你這次要解約 你是解真的還是解假的啦 你是真要解約還是說說 這一次真的處理了 真的處理 真的處理那你幹嘛說三個月 真的處理你現在就可以認定啊不是嗎 大巨蛋爭議繞了一大圈 又再次回到原點 柯文哲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 強調這次絕不再拖延 預計最晚三個月內就會有結果 海波大台北書會新聞 尤祥廷採訪報導 好 好 這次廉 是